申请 从疫情紧接开始 连续四个月的时间 仍有不少服务业 仍然维持关闭状态 经济部就在28号 针对商业服务业 受中央政府公告 停业等服务业 公布纾困方案 其中包括 K数中心 舞厅 舞厂 酒家 酒吧 特种咖啡茶室 KTV MTV 网咖 以及麻将休闲馆等 业者及员工 皆可获得补助 我们就是对于 7月20 7月之后 还被命令停业的 这一些八大 K数中心 KTV等等这一些 我们会受理新的纾困 让员工可以直接 直接拿到这样的一个 纾困的一个补助 然而在申请资格的部分 业者必须是在8月1日以前 以依法办理公司登记 或有税级登记之盈利事业 员工则必须在8月31日以前 以全职员工身份投保劳保 换句话说 若不是全职人员 而是部分公使人员 是无法申请本次补助 在补贴金额的部分 业者获得的补贴金额 是以聘用全职员工的人数 乘以1万元 而员工的部分 则是每人补贴3万元 不过也有族人表示 部分公使人员 以及无受雇主投保 劳保的从业人员 所面临到的问题 未来还需要政府多多协助 而经济部商业服务业 受中央政府公告 停业补助方案 从今日起开始申请至 10月31日为止 且一律彩线上申请 并由事业单位登陆基本资料 及员工请领账户 有些新闻 咱们都是许家荣 台北市平东马家 新北市采访报道